各位嘉宾 我们将要表演的是大粮草牛奶 大粮草牛奶是顺德的经典名菜 也是传统国当中 鸾炒法的起点 它就要把我们经常磕的这些液体的牛奶 把它炒成一个菜 那么这个牛奶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成菜以后 就是能够淋过 吃的时候比较软滑 它用的材料就是有牛奶 全脂牛奶 鸡蛋清 还有虾仁 再加上炸好的比较酥脆的火仁 那么最好在我们国内 一般都是用懒仁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用松脂仁 下面先把牛奶兑上淀粉 然后加上晶圆白糖 一定要把那个牛奶跟淀粉充分融合 然后就加上蛋清 轻轻地把它拌匀 然后就把锅烧热 稍稍用油把它烫一下 在家里面也好 它也是成功率比较高的 我们的锅最好是用骨粘锅 粘锅 放一点点油 那么在我们食用当中 花生油是最香的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加花生油 关键就是三点 一 牛奶跟蛋清的对比 一定要有一个比例 八是六比四 五百克的牛奶 三百五十克的蛋清 现在的白鸡蛋 大概是最五吧 第二个呢 就是头发 你炒牛奶不能够乱斑 一乱斑呢 它就炒不成了 它必须是顺移的方向 第三个关键就是 拿这个两个 就是不能够大火 就能够多了 这个乱斑 一部 赚 连续 一边 八 一边 一边 二边 一边 また一边